圣餐短论 约翰 加尔文 一 许多软弱的良心对于圣餐的真道悬而不绝的原因 教会对主的圣餐早已发生了好几个严重的错误 而近年以来又发生种种争端 无怪许多软弱的良心不能决定他们对圣餐当持什么观点 而处于疑难惶惑中 等候一切争端止息 并等候神的仆人们对此事达到同意 因为了解圣餐与我们的得救很有关系 我们若对他没有定见乃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我以为将关于圣餐必须知道的各端加以简明的讨论 乃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工 我还可补充说 曾有些贤答之事 请求我如此行 我若拒绝 不免是忽略我的天职 为排除各种困难期限 最好是寻注下面的次序讨论 二 讨论本体所寻的次序 第一节 主摄立圣餐的原因和目的 三 我们受洗食被神接纳进入教会 做祂的家人 论到第一节 爱我们的神既然乐意以洗礼接纳 我们进入祂的教会 这教会是祂的家 是祂乐意管理并维持的 既然接纳 我们不仅作用人 而且做祂的儿女 所以为要做一个良好的父亲 祂就必赐给我们生活的必须品来养活我们 身体的滋养是赐给好人 也赐给歹人的 而不是祂的家人所特有的 固然祂养活我们的身体 使我们大家都分享祂所赐给我们的好东西 这也足以证明祂如父一般的恩惠 但是祂赐予我们的新生命是属灵的 所以使那生命的保养强健的粮食 也必须是属灵的 我们当知道祂不仅选招了 我们将来要承受天国的产业 而且已经使我们在指望中 多少领受了那产业 祂不仅允许我们有生命 而且已经将我们转移到生命中 救我们脱离死亡 因为当祂接纳我们威尔女的时候 祂用以重生我们的 就是永生不灭的种子了 即圣灵将祂的道明刻在我们心中 四 神的道在我们的心灵中的效用和功能 为求维持我们这属灵的生命 所必须的条件 并不是用必朽的食物来养活我们的身体 而是用最好最珍贵的粮食来养活我们的灵魂 圣经告诉我们 那维持我们灵魂的灵粮 即是主重生我们的真道 但圣经屡屡还加上一个理由 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 耶稣基督是在道中赐给我们了 我们不可幻想 以为在神以外另有什么生命 但正如神已将丰富的生命放在耶稣里 好借祂将这生命传给我们 照样神命定祂的道作 为将耶稣基督及其一切恩赐分给我们的工具 然而长存的真理 乃是我们的灵魂除耶稣基督外 别无牧羊 因此 我们的天父为故念养活我们 没有赐下别的 只吩咐我们在基督里尽量享受极充分的牧羊 这牧羊是我们不可或缺的 也是举世无双的 五 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唯一属灵滋养 我们已经提到 耶稣基督是滋养我们灵魂的唯一粮食 但是既然祂指定到座位分给我们灵粮的工具 所以道也称味饼喝水 凡观于道所说的 也可原用于圣餐 借着圣餐 主领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 慈悲的父既看到我们的软弱 不能全心接受单纯的道理和宣讲 向我们所传的基督 祂就不厌谦救我们的软弱 乐意在真道之外 再加上一个有形的表记 借此将祂所应许的实体表现出来 以兼顾我们 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疑惑和不定 说我们分领基督的身体和血 既是神秘难解的 而我们既是如此粗俗 甚至不能了解神最小的事 所以祂必须救我们的能力所及的 使我们了解 六 主设立圣餐的理由 我们的主设立了圣餐 第一 是要在我们心里印证祂福音中的应许 使我们深信 我们能分享祂的身体和血 并且在其中有真正属灵的滋养 我们既有这种凭证 就有得救的把握 第二 是要操练我们 叫我们认识 主对我们的大恩典 令我们更加赞颂主 尊主伟大 第三 是要敦促我们既做了基督的肢体 就当圣洁无私 更是要敦促我们互相联合 彼此相爱 正如主所吩咐的 我们好好考虑了主设立圣餐的这三方面理由 就能了解领圣餐的益处 和为求合理领受所当尽的本分 第二 领受圣餐对我们有何益处 七 了解圣餐之大义的方法 现在讨论第二点 即我们若合理领受圣餐 就可获得什么益处 我们一想到 它是为救我们脱离穷困而立的 我们就可知道它的用处了 我们一想到 我们是谁 并检讨自己的良心 就不能不惶恐痛楚 大为不安 因为我们当中 没有人能够在自身上 找出丝毫的意来 反倒充满了罪和不义 以置除自己的良心外 并不需别人来控告我们 也不需别的审判官来定我们的罪 因此神的愤怒向我们发作 没有一人能够逃避永死 倘若我们不是酣睡或昏迷 这种可怕的思想 就必如同一种永久的地狱魔者我们 因为我们一想到神的刑罚 就必看到我们必被定罪 八 使人的可怜 我们实施陷于罪的深渊中 倘若神不失连续把我们救出来 我们真是莫内核 况且畅 我们想到我们的肉体 只是修辅和败坏 我们有什么复活的希望呢 所以就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来说 若只靠我们自己 我们就太可怜了 而这种可怜必然产生心灵中的大愁苦凄惨 因此我们的天父 为要拯救我们 乃将圣参赐给我们作为一面镜子 叫我们在其中 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除掉我们的过犯 并且复活 拯救我们脱离败坏与死亡 恢复我们属天的永生 九 圣参领我们到得救的应许 这里就有我们特别从圣参中所得到的安慰 圣参领导 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十架和复活 向我们证明 不问我们心中是如何不易 他还是承认且接受我们位移 不问我们心中是如何充满死亡 他还是赐给我们生命 不问我们心中是如何苦楚 他还是使我们充满喜乐 或更简单地说 我们自己既缺乏意 没有丝毫可以帮助我们得救的 圣参便是一种证据 叫我们知道 我们既已领受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受难 就有了凡与我们有益的 十一切丰富的灵恩都在圣参中赐予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主在这里向我们表现他一切丰富的灵恩 因为他使我们分享主耶稣的一切恩惠和丰富 让我们回想圣参乃是给我们的一面镜子 叫我们于其中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为使我们不被定罪 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且为使我们取得公义和永生而从死里复活 固然福音也向我们提供同样的恩典 可是在圣参中 我们对这恩典既更有确据和更充分的享受 就有充分的理由承认这种果效 乃是由圣参而来 十一 耶稣基督乃是个圣里的实体 但因除非我们预先有了耶稣基督 他的恩典就不属于我们 所以在圣参中 必须先将基督赐给我们 以求所提到的一切 可以真在我们心中成就 因此 我常说 圣里的实体乃是主耶稣 而圣里的果效 乃是因他而有的葛众恩惠与福分 圣参的果效 乃是要给我们证实 靠救主的受难与受死 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靠他所流的血 我们的心灵得以洗净 靠他的服从 我们得以称义 总之 靠他替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有得救的指望 因此 实体必须和这些联络 不然 什么也是不坚固不确定的 因此 我们下结论说 在圣参里提供给我们的有两件事 第一乃是耶稣基督 作为一切 圣善的本体和源头 第二乃是他受难和受死的果实和功效 这两件事包含在主舍利圣参的话里 因为他在吩咐我们吃他的身体 喝他的血后 又加上说 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 他的血是为赦免我们的罪流的 在这些话里 他宣布说 第一 我们不要光领受他的身体 和血而不思想别的 倒要领受从他的受苦 受死而来的果实 第二 我们必须分享他的身体和血 才能得住这种果实 十二 为何称丙为基督的身体 称酒为基督的血 我们现在来到那从古至今大起争论的问题 即我们当如何了解那称丙为基督的身体 称酒为基督的血的话 倘若我们谨守前面所立定的原则 即在圣餐中 若没有耶稣基督做本体与根基来赐给我们 我们在其中所寻求的好处 就都归于突然 这难题就不难迎刃而解 这一个原则既已规定 我们就当毫无疑惑地承认 若否认在圣餐中 我们真分领耶稣基督 便是使圣餐归于肤浅无效 且是一种不堪听闻的可恨恶的亵渎 十三 在耶稣基督里生活的必须条件 再者 倘若我们分领耶稣基督 是为要分享他因受死 为我们所取得的葛众恩赐 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分领他的灵 也要分领他的人性 在这人性里面 他完全服从了天父上帝 以便长清我们的罪债 我可以妥当地说 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他将自己赐给我们 乃是叫我们完全有他 既说他的灵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亲口说 他的肉真是可吃的 他的血真是可喝的 约六点五十五分 这些话若不是空的 我们心灵味 要在基督里有生命 就必须以他的身体和血为粮食 这便是圣餐所明显证实的 因为经上有话对我们说 这柄是他的身体 我们要拿住吃 这就是他的血 我们要拿住喝 这是特执主的身体 和血儿说的 好叫我们在他们里面寻求 属灵生命的实体 十四 冰与酒 如何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若有人问 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否 酒就是基督的血否 我们就回答说 冰与酒乃是有形的表迹 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和血的 但是其所以 将身体与血之名称 家与饼喝酒 乃是因为主用它们作为 将身体和血分给我们的工具 这种说法乃是很适当的 因为我们在圣餐中 分领基督的身体 是一件不但不能为我们的眼目 而且也不能为我们的 葛中观能所了解的事 所以用饼和酒来有形地 向我们表明是很适当的 关于这件事 我们有一个很相类似的例证 主在基督受洗的时候 要使祂的灵成为有形的 就以鸽子的形状将它表明出来 世袭约翰叙述这事 说他看见圣灵降下 但其实他所看见的 无非是鸽子 因为圣灵的本体乃是看不现的 然而他知道这一项并不是空患 而是圣灵临在的可靠表迹 他不怀疑惑 说他看见了圣灵 约1点32分 因为圣灵是照住他的能力 向他表达出来 15 圣灿以有形的表迹来表明 我们在圣灿中分灵主 耶稣的身体和血 也是如此 这乃是属灵的奥秘 既不能为眼目所看见 又不能为理智所了解 因此乃以有形的表迹 照着我们的软弱 所需要的来给我们表明 然而这表迹不是空洞的 而是与实体和实在相连的 因此称饼为主的身体 乃是很有理的 因为饼不仅代表主的身体 而且也将它分给我们 因此我们承认 基督耶稣身体之名称转移给饼了 因为饼是基督身体的胜利和表象 但是我们还要加上说 主的胜利绝不应 也不能与其本体和实在分开 将它们分辨清楚 以免混淆 不仅是对的 而且是必须的 但若将表迹和本体分开 使之不并存 乃是谬误的 16 耶稣基督真的身体和血 只能用信心领受 所以我们一看见 有形的表迹 就当想到 他所表明的是什么 他是由谁赐于我们的 饼是赐于我们吃 以表明耶稣基督的身体的 他是由那 确实不变的真理之神赐于我们的 若是神不能欺骗或说谎 他就必成全这里所表明的一切 所以我们在圣餐中 真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 因为主在圣餐中表明 我们是领受二者 否则 说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 乃是表明我们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那有什么意思呢 若是他只给我们饼喝酒 而将属灵的食在撇下 那岂不是设立一个空的圣餐魔 十七 内在的本体与有形的表迹相连 这样 我们必须承认 倘若神在圣餐中所给我们的表象是真实的 圣餐中的内在本体就与有形的表迹相连 那就是说 在人把饼分给我们时 神就把基督的身体给我们分享 若再没有别的 我们也就很满意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圣餐中将他身体和血的本体赐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完全分享他 而同时也分享他所赐的一切福气 因为我们既有了基督 就也有那包含在基督里神的一切丰富 因此 我们给圣餐的功用 可以下一简单的定义说 耶稣基督是在圣餐中提供给了我们 好叫我们领受他 也在他里面领受凡我们所能愿望的恩惠 这是以鼓励我们对基督存当有的信心 十八 圣餐提醒我们对神的本分 圣餐的第二种一处 乃是他敦促我们更加承认我们 所以领受的福分 和每天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福分 好叫我们将他所应得的赞美归于他 因为我们的本性乃是过于疏忽的 很少想到神的良善 以致神必须设法激发 我们脱去懈怠 尽我们的本分 最大的激发莫过于 使我们亲眼看见 亲手摸住 而且清楚知道 这由他以自己的本体养活 我们而有的无穷福分 因此 他吩咐我们去表明他的死 只等到他来 临前十一点二十六分 倘若我们未求得救 必须不疏忽神所给的恩赐 常常纪念在心 并向人歌颂 以便互相建立德行 纳摩 我们于圣餐中又看到另一个特别的益处 即圣餐时 我们不致忘恩负义 叫我们不致忘记 主代我们死所赐予的恩惠 而且 因我们对他表示感谢 又当众承认我们所蒙的恩 十九 圣餐是圣洁生活和彼此相爱强有力的动机 圣餐的第三重益处 乃是他最能激励人生活圣洁 特别是叫人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既在圣餐里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 与他联合 以他为我们的头 就应当清洁无私 与他相似 特别应当培养爱心 彼此和睦 像一个身上的肢体所当行的 若要正当了解这一种益处 我们便不当以为主 只用那外表的记号来警告 激励 眺望我们的心变罢了 因为主要的一点乃是 他集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使他所设立的圣餐发生效力 而圣餐本身不过是 他用以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工具 因此 我们若合理领受圣礼 圣灵的能力便在其中 如是我们就有理由 期望圣餐将成为 使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 特别在爱心上长进的 良好工具和援助 第三节 怎样才是正当领受圣餐 二十 玷污圣餐的罪 我们现在来讨论本文 开始时所提出的第三点 那即是合理领受圣餐 圣餐既是主所设立的 就当以前进的新领受 凡以轻蔑或无足轻重的态度 来领圣餐 且不留意遵从主的吩咐的 就是滥用圣餐 因而是余损圣餐的 凡电污和损坏神所著圣的 乃是犯了不可容忍的亵渎罪 因此保罗严厉指责凡 不按理领受圣餐的 临前十一点二十九分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若是在天上地下 没有鼻嘱的身体和血 更为宝贵尊荣的 那么 不先好好准备去随便领受圣餐 就不算是只犯了小罪 因此保罗劝我们要小心省察自己 以便合理领受圣餐 当我们了解这省察是什么 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所求的合理领受 二十一 自我省察知道 讲到自我省察 我们必须有所谨防 固然我们当赵主的吩咐 努力省察自己 但在另一方面 诡辩家确实 可怜的良心惶恐不安 甚至陷入可怕的地狱 因为他们向人索取 任何人都办不到的自我省察 为要免除这一切的惶恐 正如我所说过的 我们要将整个圣餐 恢复到主所设立的地步 这样就不致有错误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是否真悔改 并且对主耶稣基督是否真相信 这二者是彼此联系 相依未明 二十二 我们必须弃绝自己的一切 才能分享基督所赐的福分 我们若看自己的生命是在基督里 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死的 我们若要在基督里的力量 就必须知道自己是软弱的 我们若认为我们的福分 都在乎主的恩典 就必须知道自己若没有那恩典 乃是何等可怜 我们若靠主得享安息 就必须感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只有纷扰不安 这些感觉不能不产生以下的心情 第一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第二 焦急惶恐 第三 对异的爱慕 因为凡知道自己罪恶深重 与神隔离 而情形悲惨的人 就必自觉羞愧 自愿自救 及其愁苦 深淫叹息 再者 神的审判立刻表彰出来 使可怜的良心大感悲伤 因为他自觉无法逃避 无言可达 当我们深觉自己可怜 而尝到神恩的滋味时 我们才愿意以神的旨意来 规范自己的行为 弃绝过去的生活 好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二十三 合理领受圣餐的条件 这样看来 我们若要合理领受圣餐 就必须全心性靠主耶稣 为我们唯一的公益 生命和拯救 接纳他所赐 我们的应许为可靠的 放弃一切别的依靠 我们既这样不相信自己 或任何其他的被造物 就可完全依靠主 致以他的恩典为满足 但是除非我们知道 必须有主的救助 我们就不能有那种信心 所以我们应该深知 自己的可怜 好叫我们可慕主 人若没有胃口 而去寻找食物 那岂不可笑吗 要有好的胃口 肚腹空虚还不够 而且也必须有健康 才能够接受食物 所以我们的灵魂 必须饥饿 渴慕的时 才能于圣餐中 获得恰当的营养 二十四 克己的必须 再者 我们若渴慕基督 就未有不向往神的义的 而向往神的义 就必克己 服从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若放纵情欲 生活放荡 还冒称自己是属基督的 那乃是荒谬绝伦了 既然在基督里只有纯洁 宽忍 节制 真理 谦卑等美德 我们若要做他的肢体 就必远离一切污秽 放纵 虚假 骄傲等等邪恶 因为我们将这些 邪恶与主混在一起 未有不大大侮辱他的 我们当常常记得 主与邪恶不能相容 正如光明与黑暗 不能相容一般 这样 真正的悔改 是在于努力使我们的 整个生活符合主的榜样 二十五 爱心的必须 我们的一般生活 故当如此 爱心生活 更当如此 因为圣餐所推荐的美德 无过于爱心 因此圣餐乃称 为爱心的连结 因为正如那被 祝圣为大家所分享的饼 是由许多脉力 构成为不可分辨的一体 照样我们当在 不可分离的友爱上 团结为一体 再者 我们在圣餐中 统领基督的身体 同成为他的肢体 倘若我们当中 有纷争不和 虽不能因此将耶稣基督分裂 但我们还是犯了 分裂他的亵渎罪 因此 我们若怨恨人 尤其若怨恨基督徒弟兄 就切不可领圣餐 为要全守主的吩咐 我们还要有一个美德 那就是要用口承认 我们是多么感谢救主的恩 不仅使他的名的荣耀 而且也造就别人 用我们的榜样 教训他们当怎样行 26 人人都不完全 但是 世人找不到一个人 在信心和圣洁上 是如此进步 以致再没有缺欠 所以我们若不将我们论信心和悔改所说的加以缓和 有些无亏的良心 不免难安 有些人要求一种完全的信靠和悔罪 而将那些不能达到这境地的人排除在外 这乃是一种危险的教训 因为他们这样做 乃是排除一切的人 没有一个例外 那里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 他不为丝毫不信所沾于呢 他不为什么邪恶或软弱所屈服呢 神的儿女所有的信心却是如此不完全 叫他们必须时常祷告说 主啊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这是我们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病 非到我们脱离这囚牢的躯窍 总不能完全得医治 再者 信徒的圣洁是这么不完全 他们每天必须祈求免罪和多有进步的恩典 虽然 有的人缺欠多一些 有的人缺欠少一些 然而没有一个人不在许多方面跌倒 因此 倘若我们一定要有无次的信心或生活 才能领圣餐 那么 圣餐不但是无益的 而且是有损的 这就与主设立圣餐的原意相反 因为主所赐予教诲的 没有比圣餐更有益的 二十七 不完全不能阻止我们得救的盼望 所以 我们虽然感到信心不完全 而良心也不圣洁 以致指控我们犯了许多罪 然而那并不当阻碍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 只要我们在这重软弱中 心里无尾地存住靠基督得救的盼望 并愿意照住福音去生活 我更明白说 只要没有假冒卫善就好 因为有些人以虚浮的魅语来自欺 叫自己相信 他们虽继续作恶 或一时停止作恶 而马上又去作恶 只要他们就责自己的恶行 也就很够了 真正的悔改乃是坚定有恒的 使我们与心中的罪恶作战 不只是一天或一个礼拜 而是永不间断 永不止息的 二十八 信徒的缺陷更当激励他们去领圣餐 当我们由于敬畏神 生恶厌弃一切罪恶 且要圣洁过活以求 使主洗月食 那么我们肉体虽软弱 我们还是配领圣餐 其实倘若我们不软弱 不因信心和生活有缺陷而受压制 那么圣餐就对我们无用 而其舍利也是多余的了 圣餐既是神子给我们 帮助我们的软弱 兼顾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爱心 促进我们的圣洁生活的 那么我们越感到自己畏罪所压迫 就越当领受圣餐 绝不当因此而怕去领受 倘若我们以信心软弱 和生活不完全未借口 而不领受圣餐 就正如有人已有病未借口 而不服药一般 可见 我们信心上的软弱 和我们生活上的不完全 应当敦促我们领受圣餐 作为补救的特别方法 只是我们不要没有信心和悔改 信心隐藏在心中 所以良心必须是他在神面前的见证者 悔改表现于行为 所以必须在生活上显露出来 29 领受圣餐的时期 至于领受圣餐的时期 并不能为大家立一定的规律 因为有时特殊的情形 免人领圣餐 再者 我们没有显然的命令 叫基督徒都在一规定的日子领圣餐 然而 我们若想到主设立圣餐的目的 就知道当教某些人所规定的更常领受圣餐 因为我们越感到软弱的压迫 就当越常借助圣餐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促进我们生活上的清洁 所以一切有良好秩序的教会 都就会有能力所及 常举行圣餐 在聚会中举行圣餐时 个人要在自己的地方领受 除非有什么大障碍时他不领受 虽然我们没有规定时候日期的命令 但我们当知道主设立圣餐 乃是叫我们若要尽量从圣餐中得意 就当时常领受 三十 以自己不配为借口而不领圣餐 不领圣餐的借口是很索契的 有些人说他们自己觉得不配 就在那口时下整年不领圣餐 另一些人并不已看到自己不配喂足够 而借口看到别人没有预备好而去领圣餐 就以为不能与这众人一同领受 有些人则认为常领圣餐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若一次领受了基督 就无需再去常领受它 我请问那一自己不配喂掩饰的第一众人 他们的良心怎能容许 他们一年多留在 不敢直接呼求神的可怜情形下呢 他们一定承认 若是我们不是耶稣基督的肢体 而去呼求神为我们的父 那乃是健忘 但是除非我们真领受圣餐的实在和本体 我们就不能做基督的肢体 我们越有圣餐的实在 就越有理由领受其表迹 可见凡因不配便不领圣餐的人 必须认为自己不配向神祈祷 我并不是要勉强那些良心 因某种无以明知的顾虑 而绝不安的人来领受圣餐 我只劝他们等候 直到主来除去他们的顾虑 同样 若是真有阻碍他们的正当理由 我不否认他们可以延弃领圣餐 不过我要说明 没有人应当以自己不配为理由 而久不领圣餐 因为这样做 乃是自觉于我们福分所在的教会团契之外 他倒要排除魔鬼的一切阻碍 而不自觉于这魔大的益处 和从而产生的恩惠之外 三十一 以别人不配为借口而不领圣餐 第二众人所持的理由 似乎有些道理 他们说 我们语自称是弟兄 而却过住放荡生活的人 共同吃普通的饼 尚且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就更要不与他们领受主的饼 因这饼是被祝圣来将基督的身体分给我们的 但是要回答这些人 也是不难的 一个会友并没有权柄 判断和辨别谁当领受或不当领受 因为这种权柄乃是属于教会全体 特别属于牧师及协助他管理教会的长老们 保罗没有叫我们省察别人 但叫每人省察自己 固然 我们对那些行为不正当的人 当加以规劝 若是他们不听 就告诉牧师 好叫他可以按教会的权柄去做 但是不与恶人往来的正当方法 并不是不领圣餐 再者往往人的罪恶并不如此招张 以致非不准他领圣餐不可 虽然牧师在心中觉得他不配 但若未经教会如此判定 牧师也不能这般宣布禁止他来领圣餐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只好求告神 使他的教会日渐脱离一切耻辱 并等候那末日将康比与麦子完全分开 三十二 以既已领受基督 就无需在场领受他为借口 第三众人毫无可得称许的理由 灵性的禀病不是叫我们只饱吃一次的 而是叫我们尝了它的芳香后 渴望再吃 每经赐鱼 我们就当领受 这一层我们前面已经讲明 我们还在肉身活着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不是只一次赐给我们 使我们的灵魂永远饱足了 而是要不断地做我们的滋养 第四节 使圣餐腐化的错误和迷信 三十三 使圣餐腐化的错误 我们现在讨论第四个主要点 魔鬼之道主所留给教会的 没有什么比圣餐更有益处 所以他自使其照他的老样 努力用种种错误和迷信来玷污他 以期败坏他的益处 他是从不止息 直至他好似完全废弃了圣餐 使之变为一种虚假无益的事 我并不是要指明 没弊端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增加的 我只是要指出那些 为魔鬼所引进来 而我们若要保有完整的圣餐 所必须嫁以谨防的错误 三十四 第一种错误 第一种错误乃是这样 主赐我们圣餐 原是未向我们证明 我们分领他的身体 就对他位属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向他的父神所献的既有分 但人却由他们的头脑中捏造说 圣餐乃是我们在神面前 所献使罪的设的计 这乃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亵渎 因为倘若我们不承认主耶稣的死 以之为使我们与天父和好 将我们那该受审判的一切 过失消除的唯一献祭 我们就是毁坏了他的功效 若是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唯一献祭者 或如我们所常称呼的 他是唯一的祭司 因他的代求 我们得以恢复天父的恩倦的纳摩 我们就是剥夺他的荣耀 对他很不公平 三十五 圣餐并非献祭 将圣餐当作使罪得赦的祭 是一种有损正当看法的意见 因此必须被弃绝为邪恶的 这意见如此有损 乃是很招张的 据说耶稣基督借死相复献了祭 只一次就为我们一切的过犯获得赦免 而又说 我们必须每日献祭 借以获得我们只应靠 助主的死所获得的赦免 那么我们如何能调和这两说呢 这一个错误最初并未达于极端 但后来逐渐加增 直至演成今日的情形 似乎古时的教父们也称圣餐为献祭 但他们的理由乃是因圣餐代表基督的死 因此他们的意思乃是说 以献祭的名称加于圣餐 只因它是纪念那最后的和不能重负的献祭 然而我还是不能完全原谅古时教会的这种习俗 他们的举动和仪式酷似旧约时代的献祭 不过是以丙带牲畜而已 这种作风既太近乎游太焦 而不符合主所设立的圣餐 所以我不能赞同 因为在旧约预表的时代 神设立了那种仪式 只为要等到他的爱子 用自己的身体来献祭成全他们 这既已完成就只是叫我们去领受就是了 若再以预表来表现它 那乃是多余的 36 圣餐中的饼乃是给我们吃的 而不是献祭弥撒的错误 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命令 并不是要我们去献祭 而是要我们将那献了的祭拿煮吃 虽然古时举行圣餐有些弱点 却并没有后来所加添的那重不敬虔之举 因为后来将基督之死的功劳 极向神常海我们的罪债 并使我们与神和好的功德 都完全转移到了弥撒 更且基督的职份也转移到了那些称谓祭司 按指神府的身上 这样就以为他们是向神献祭 借此为我们代求 获得神的恩典和赦免 37 为弥撒祭所提出的辩护 我不愿将真理的敌人 对弥撒所提出的辩护抹杀 他们说弥撒并不是一个新设的祭 而只是把我们所说 那唯一的献祭重负举行 他们的这种说法 虽然可以多少掩饰他们的可憎之事 然而这只是顿词而已 因为经上不仅说基督的献祭只有一次 而且说它是不能重负举行的 因为它是永久有效的 经上并没有说 基督一次以身体献祭给父 以便别人后来可以同样献祭 因而将基督代求的功效归于我们 至于说 将基督死的功德归于我们 好叫我们领会祂的益处 那乃是说 祂进入了天上的账目 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天父 向我们施恩 这并不是按照教皇教会所设想的样子而行的 而只是靠我们领受福音的资讯 这资讯是神所伟认作为他使者的牧师们所传的 又是圣礼所印证的 38 与可憎的弥撒相连的错误 他们的博士和主教一致主张说 他们念弥撒和听弥撒 便是行了一件在神面前赚的恩典和称义的事 我们却主张说 从圣餐中获益并不需把我们自己的什么带来 以求赚的我们所求的 我们只需用信心领受在圣餐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这恩典并不是溢于圣餐本身之中 而是由耶稣基督的识字架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比将圣餐变成献祭更为反圣餐的真谛了 这种做法乃是叫我们不承认主基督的死位永远有效的唯一献祭 可见弥撒既没有主所吩咐的领受 就显然不过是可憎的事 主并为吩咐任赫神府于举行献祭后昂然独立 倒映照他与使徒举行晚餐的榜样 在会众中分发圣餐 但在这种可诅咒之鉴一经形成以后 他就如同无底坑一样 发出那种不幸的风俗 叫会众以为只在场就足以分享由弥撒而来的功德 而不必领受圣餐 因为神府说 他为众人 特别为那些在场的人献上了祭品 这里我且不说那些蠢得不值得注意的弊病 诸如为每一圣者举行弥撒 将所未属于主的圣餐的 移转到圣威廉和圣瓦勒特尔的身上 将弥撒作为一种交易 并由献祭一词产生了其他可憎之事 三十九 话只说 魔鬼败坏圣餐所拨的第二种错误 乃是望子捏造说 神福一经存住心去祝圣 并就化至成为基督的身体 而九也就化至成为他的血 第一 这众谬说没有圣经上的根据 也没有古代教会的赞助 更不能与主的道向符合 当耶稣基督指著秉称 只为他的身体时 若说秉的实质被消灭 而他的身体取而代之 那岂不是很勉强的说法吗 既然真理 明族已驳斥这众谬说 就用不住把这是看为一件可疑的事来讨论 我将无数经文和教父著作中 称圣餐味饼的地方撇下不提 我只说 圣餐的性质 本身需要有物质的饼存在住 作为主身体的有形表迹 此时 从圣礼的本性说 有形表迹的实质必须存留 就圣礼的一般原则来说 我们所看现的表迹 与它所象征的属灵之事 必须有些相符之处 所以 正如在洗礼中 有谁给我们证实我们身体的污秽的结 使我们有心灵得以洗涤的保证 照样在圣餐中 必有物质的饼 对我们证明基督的身体 是我们的粮食 否则 若仅留下白的颜色 那如何能给我们 像指基督的身体呢 可见 若饼不仍是饼 主府就我们的软弱 所乐意 给我们的整个表象 就都丧失了 主的话是等于说 正如人靠吃饼来维持他的身体 照样我的肉 乃是养活灵魂的灵粮 再者 对于保罗所用的比方 又怎么说呢 他说 正如许多卖力 合起来做成一饼 照样 我们大家也要成为一体 因为我们分享一个饼 倘若说 只有白色而无饼的实质 那岂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 我们下结论说 这话之说 无疑是魔鬼捏造 来败坏圣参的真实本性的 四十一 基督的身体 临于圣参的谬剑 这幻想又产生了 其他几种谬说 巴不得他们只是谬说 而不是极可憎的事 他们想象 基督的身体 莫名其妙地降在饼中 认为基督的神性 和人性附着 这白的颜色 他们却没有顾及到 这种说法所产生的一切矛盾 虽然巴黎神学院中的老博士 比别人更是诡辩到 主的身体和血 如何与表迹相连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 实乃是 教皇教会中的大小人士 都说耶稣基督 是包含在两种表迹之中 大家都必须 从这两种表迹中去寻找他 直至今日 他们残酷地 不惜以烈火和刀剑 来维持这种说法 为要坚持这一种说法 我们就得承认 主基督的身体 或是无限量的 或是可以同时 在许多地方的 这样一说 我们最后不斥实说 他的身体 乃是一个幻影 因此 若想要成立一种 临在 将主的身体 或包在表迹中 或局部与表迹相连 这不只是一种幻想 而且是一个可恶的错误 有损基督的荣耀 并破坏 我们对基督的人性 所当有的主张 因为经上道 出教训我们 主在世上 记取了我们的人性 他也就将他提高到天上 使他不再是必死的 但并未改变他的性质 四十二 就主在天上的身体 是同他在地上的身体一样 我们说到主的人性 就要考虑到两方面 我们必须不毁坏 他实在的人性 也不当在任何方面 贬损他的荣耀 要做到这一步 我们就必须常常把思想提高向天 在那里寻求我们的救赎主 因为我们若把主置于世上 必朽之物中 那么我们不仅推翻圣经上 关于主的人性 所告诉我们的 而且消灭主升天的荣耀 既有别人详细讨论过这题目 我不必赘述 我不过顺便提及 幻想耶稣基督 是包藏在饼和酒中 或把他与之联系 以与我们的理解 而不向天仰望他 乃是极恶的幻想 关于这一点 我们要在另一处提到 四十三 由幻想身体的 灵在所产生的其他谬剑 这种谬剑一被接受 又产生了许多其他的迷信 第一是对主体的崇拜 而那只是拜偶像而已 因为俯复在圣餐饼之前 而以基督为包藏在饼中去崇拜 乃是把他当作偶像而非胜利 主所命令我们的 不是要我们崇拜 乃是要我们拿住吃 所以 我们不当健忘地去崇拜他 而且早期教会在举行圣餐之前 总是严肃地劝勉会众 把他们的心提高向上 以表我们若要合理崇拜基督 就不当止于有形的表记 若了解基督与表记的关系 关于此点我们已经说过 以后还要说到 就用不住在这一点上 多所争辩了 这个源头又产生了 别的迷信风俗 如每年一次台柱圣餐 在街上游行 又在另一个时候 为他搭一座帐篷 并中年把他成于石厨中 以于人民 好像他是一个假神一般 这一切 既不但是没有神的化作根据的 由人捏造的 而且是完全违反 设立圣餐的原意的 所以基督徒应当拒绝 四十四 教皇党徒 一年只领圣餐一次的理由 我们以指名将于 教皇教会的灾祸的由来 我是指 一年只领圣餐一次而言 这是因为他们将圣餐 当做一种祭 由一个人来替众人献上 他们虽一年只领圣餐一次 还是把基督浪费了 撕裂了 因为他们不按主的命令 将圣礼杯分给信众 确假装说 直领道饼就够了 因此 可怜的信徒被骗去了基督所给予的恩赐 倘若领受主的血作为我们心灵的滋养 乃是受益并非浅先的 那么将他们所应得的一分夺趣 乃是很大的残酷不忍 就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出 教皇一旦霸占了统治权 就会怎样胆大望未来压制教会 45 教皇不遵主所设立的普遍规律 我们的主既已吩咐门徒 吃那因他的身体而成为圣的病 当他拿起杯来时 他不仅说喝 而且明明加上说 大家都喝 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 他说 我们吃这饼 却没有用大家的字眼 但他说 我们大家都喝这杯 魏石魔用这种不同的说法呢 岂不是他要预先应付魔鬼的这种恶技魔 然而 教皇竟敢傲然不顾一切 说 不让大家喝 魏奥表示 他比神还聪明 他说 神父里当有超乎众人的特权 既已表示 他们的尊荣 好像主未曾顾到神父和平民所应有的分别一般 再者 他提出反对理由说 若将被分与大家 就会发生危险 可能将主的一点血一出 这好像是说 主未曾预先看到这一层 这岂不是公然指控神 将应当遵守的规律混乱 无缘无故 使他的百姓遭遇危险魔 四十六 不分杯给惠众之所谢理由 他们为要表示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大不合一处 他们说有了饼 就将杯包括在内了 因为身体是和血分不开的 这好像是说 我们的主没有理由将两者分辨 倘若我们能一切二者之一未多余的 那么将二者个别介绍进来 岂不是欲望 有些拥护教皇的人 看到这种可憎的说法是不够慎重的 想从另一方面来加以掩饰 说基督当时设立圣餐 只对他的使徒们说这话 而他们都由他生为神父了 但是他们对于保罗所说的 又怎样答复呢 当他将那从主领受的传给一切会众 他说每人都当吃这饼喝这杯 此外 谁告诉他们 我们的主将胜参给使徒 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父呢 他命令他们也当如此行 若二十二点十九分 就与这些人所说的正相反 可见主所设立的规则 是他愿意他的教会常常遵守的 古时也一直遵守住 直到敌基督者得势 就公然举角反对神和他的真理 要完全摧毁真理 所以我们看出 这样将神所联合在一起的圣餐分裂 乃是不可容忍的被谬 四十七 叫皇对圣餐的恶作剧 我们为求告一结束 要将本来可以分开探讨的并合起来 那就是说 魔鬼引进了不按主的教训 举行圣餐的办法 且用半数荒谬无用和半数危险的仪式 来代替了主的教训 从此就产生了许多祸患 这种情形 至于此籍 教皇教会所示威圣餐的弥撒 严格说起来 只是纯粹的猴儿戏和恶作剧而已 我称之位猴儿戏 因为他们毫无道理地模拟主的圣餐 正如一个猿猴不假分辨胡乱仿效他所看现的 四十八 圣礼当常常与主的道联系 既然如此 主所吩咐我们的主要事情 乃是举行圣餐 要真了解其意义 从此可见 圣餐的主要部分是在明白道理 若将道理去掉 圣餐就只是一种冷酷无用的仪式而已 这一点不只为圣经所表明 也为教皇的教条所证明 因其中有一节引了奥古斯丁的问话 水的洗礼若没有道 其不只是一种能朽坏的东西魔 而道不只是口中所宣布的 而是心中所了解的 约翰注释第八十篇 这里他的意思是说 圣礼的效能是由纳宣讲的明白的道而来 圣礼缺辞 就不配称谓圣礼 弥撒非但没有什么 教人懂得的道理 而且整个弥撒 若不是用令人不能了解的 喃喃细语来举行 就认为是完全糟了 因此 他们的助圣就不过是一种魔术而已 因为他们好像行魔术的人 口中喃喃 直手五足 以为可以叫耶稣来降到他们的手中 这样我们看到他们既是如此举行弥撒 他们就不是遵守基督的圣餐 而是明明侮辱圣餐 因为他们没有圣餐的主要部分 即没有说明设立圣餐的意义 也没有明白讲述主所给的应许 而只有神府单独站住 毫无意义地向自己喃喃口语 我也称之为恶作剧 因为那重装枪作态 只适合于舞台上的去聚 而不适合与主的神圣圣餐 四十九 律法中仪式之所以定立 教皇党徒所用仪式之当受就责 固然就于时代的葛仲献祭 是用许多仪式来举行 但是因为那重仪式很有意义 同时也都便于将虔诚教导百姓 所以那些仪式远不像今日所用的葛仲仪式 只供愉悦人民 而对他们毫无好处 这些人物既引旧约德利 来为他们的仪式辩护 我们就当看到他们今日之所谓 和神所命令以色列民的 有什么差异 倘若差异只有一点 即当是以色列人所遵行的 是根据主的命令 而今日所行的那些所谢事 乃是没有根据的 那差异也就很大了 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就责他们之处 五十 犹太教的仪式 既已达成任务 模仿他们变数荒谬 主为以色列人设立仪式 用于一时以期有废纸的一日 乃是有很好的原因的 因为当时主没有赐给他们明白的道理 所以乐意用象征的仪式来操练他们 以弥补这一个缺欠 但耶稣基督既已在肉身显现 道理就已经很清楚地传给人 仪式也就减少了 我们既有了实体就应该撇下影 再回到已经作废的仪式 乃是重新修补耶稣基督及他的死 所分裂的那殿中的漫子 大大掩蔽他福音的光亮 可见弥撒里中有许多仪式 不过是一种犹太教的作风 与基督教显然不合 我并不反对那能辅助道德和公共秩序 并能增进对圣参的尊重的仪式 只要他们是正派的 合一的 但是这种无底坑乃是完全不可容许可可的 因为它产生了千百种迷信 叫人昏迷 并不能建立人的德行 五十一 主的受苦受死乃是唯一和完全的献祭 从此可见 凡认识神的真理的人 当如何与教荒荡图持不同的见解 第一 他们不能怀疑 凡把弥撒作为我们买得赦免的献祭的人 或说 凡把神府当作中宝 能将基督受苦受死的功德 分给那些购买或参加或敬重他的弥撒的人 乃是犯了可憎的亵渎罪 相反的 他们定要坚持 主的受苦受死乃是止息神的愤怒和为我们 获得称义的唯一献祭 又要坚持 主耶稣已进入天上的至圣所 好在那里用他自己牺牲的功德为我们代求 他们自然要承认 在圣餐中有主受死的功德传给我们 但这并不是由于人的举动 而是由于主在圣餐中所赐我们的应许 如果我们是用信心领受那些应许的话 第二 他们断不可承认 秉化制成了主的身体 而酒化制成了主的血 却要坚持 有形的表迹 仍然保留他们的真正本质 既已代表我们所说属灵的实体 第三 他们也要坚持 主于圣餐中将他所表的赐予我们 所以我们真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 然而 他们绝不可认为他的身体是藏在饼中 或认为他是联系在那有形的表迹上 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崇拜圣餐 却要提高心意向天 以领受耶稣基督并且崇拜他 52 蒙光照的基督徒对于圣餐的看法 因此 他们要比施病就责一切迷信的举动 是他们为偶像崇拜 诸如炫耀的台柱圣饼游行 并建立帐篷将圣饼纳于其中而加以崇拜 因为主的应许 只给予他所许可的用法 其次 他们要坚持 剥夺圣餐的一部分 不许人领碑 乃是败坏 且为凡主的命令 如要合理举行圣餐 就必须把饼和酒都发给信徒 最后 他们要认为为凡使徒们所留下来的简单制度 采用犹太人的种种仪式 不但是多余无用 而且是有危险 至于不讲明其中的道理 圣或将道理覆灭 将圣餐当作一种魔术的把戏 用模拟和恶作剧来举行圣餐 那乃是更大的被谬了 第五节 现今的争辩 53 近来关于圣餐的争辩 我们要讨论最后一点 即今日在我们中 监观于圣餐所挑起的争辩 这既是一件不幸的事 无疑这是由魔鬼挑起来 好阻拦福音进展的 我极不愿把它提出 甚愿把它全部忘记 然而 我既然看见许多无亏的良心被困扰 不知道往那一边走 我就只好说一说 那足以指示 他们当如何决定的话 54 神有时让他的子民陷入错误 首先我奉神的名要求一切信徒 不要因在那些硬做恢复真理光辉的领袖们中间 所有的大差异而太起反感 因为主让他的仆人仍有些无知 让他们彼此争辩 并不算为怪事 他这样做 并不是永远 而只是一时遗弃他们 使他们悲下 若是万事如愿以偿 没有纷扰 我们也许已经忘行了 或是神的恩典也许不纳摩为我们所知道了 因此 主乐意将人得荣耀的理由撤销 好叫他自己得荣耀 再者 倘若我们想到 当那些参加着争辩的人开始恢复真理时 世界是处于怎样的黑暗深渊中 纳摩他们在起初不能知道一切的事 乃是不足为奇的 可奇的乃是在如此的一个短期内 主起敌了他们 使他们自己能从错误的深渊中逃出来 且能把别人从其中救拔出来 但是我们最好是将事态之发展表明出来 因为这样就可以叫人知道 这是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使人其反感 五十五 改教家当中关于圣餐问题之争便是路德的见解 当路德起初教训人时 他对于圣餐的意见似乎是 关于主的身体临在圣餐中一提 他似乎愿意保留留行的意见 因为他虽是责化之说 但他说 并既与基督相联系便是基督的身体 此外 他用了颇粗俗的比方 但是他是不得已而出此 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说明他的意思 要说明这样一件高深的事 而不致用不恰当的词语 乃是很困难的 五十六 词运里和鄂克兰巴丢的见解 在另一方面 词运里和鄂克兰巴丢兴起 他们既看现魔鬼行骗 建立了教会六百多年来 所持守的基督肉体鳞鱼圣餐中的观点 就认为不当在隐藏自己的意见 因为那重观点 包含着一种可咒诅的偶像崇拜 以基督包藏在饼中而受崇拜 这种在人心中如此长久根深蒂固的观点 既是很难拔除的 他们就竭尽所能来摧残他 说明圣经对于耶稣基督升天 既明白宣布他带助人性生了天 留在那里 直到降临审判世界 那摩人若不这样承认 就是犯了大错 可是 当他们全心灌注于这一点时 他们竟忘记说明人在圣餐中 所当相信的基督临在是如何的 而所领受的基督体血又是如何的 57 路德非难他们的意见 路德认为他们给圣餐所留下的 光是表迹 而没有属灵的实体 于是他乃开始抵挡他们 且称他们位以端派 争端一经开始就逐渐变为激烈 双方剧烈相持有15年之久 不肯平心静气听对方的话 虽然他们曾一度开会谋合 却因歧义太甚 毫无结果而散 他们不求在妥善的立场上彼此相见 反而越来越彼此相离 只图维护己见攻击对方 58 试图和谐及其失败的原因 由上所述可见路德和此事恶事 每一方面失败的原因安在 路德里当首先表明 他并无意像教皇党徒 一样建立基督肉身临在的说法 此之 他当表明他反对人崇拜圣餐 而不崇拜神 最后 他当不用那些粗俗不适当的比方 或是当谨慎加以应用 使他们不致引起反感 争辩既经开始 他更超过限度 用太锐利的言语来宣布自己的意见 并谴责别人 他没有采用那能使人 接纳他意见的方法去表达自己 却用他通常攻击对敌的猛烈 不惜过甚其词 叫那些本来不慎赞同他的人 难于忍受 对方也犯了错误 偏重于攻击教皇党徒迷信 和狂妄之线 及以基督的身体临于圣餐之中 因而荒谬的崇拜圣柄如是他们努力摧毁邪恶 多于努力建立善良 他们对真理虽未否认 却未尽本分加以说明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因过于热心坚持 丙酒支撑为基督的提携 是由于他们是其表迹 以智慧加上说 他们其所以是表迹 乃是因为实体与他们相连 从而表明 他们毫无意思否 认基督借着圣餐 把他的身体和血赐于我们 五十九 神的仆人对促进真理之责任 双方都不耐心听对方所说的话 以求不存意气在有真理发现时 去追求真理 然而我们应当不忘记 主给他们的恩赐 以及主借他们所赐我们的福分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惠赐 若不是忘恩和健忘的 我们就很可以原谅 他们这些错误 以及更多的错误 而不是谴责或损毁他们的名誉 总之 我们既看见他们以圣洁的生活 优越的知识 和建立教会的热心 而出类拔萃 我们就当 常常以谦卑敬仰的心 去裁判他们 因为主既这样使他们悲下 就至终要发怜悯 乐意使此不幸的争端终止 或至少使之宁悉 作为最后解决的准备 我说这话 因为现在尚未公布一个 为大家所赞同 最得策的城市 但是当神乐意把配定 这城市的人都召集在一处时 这就必实现 六十 教会兼有义的和谐 同时我们当隐蔽满意的 乃是教会兼有义语相通 并且大家都同意 必须照助神的命令来 共同会商 因此 我们同声承认 我们照助主所设施的 来用信心领受圣餐 就真是分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谐 那是怎样达成的 有些人也许比别人要推论的好些 说得明白些 但无论如何 在一方面 为求排除一切属肉体的幻想 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心意向天 不要想主耶稣被贬损到 包藏在必朽的饼酒中 在另一方面 为求不减损圣餐的功效 我们必须坚持它是 因神的奥妙全能而有效 而圣餐所以能使我们团结起来 乃是由于圣灵的运行 所以圣餐称为属灵的事